各位網友,大家好,又見面了 最近網友都說每天都見到我這麼開心 希望大家開心一下 快快手說,不要浪費時間 呼籲,大家麻煩請Like我的Channel,Share和Subscribe 另外,居然論壇多多支持,入去註冊登記 在右上角註冊,然後進去多點分享你的故事 你的知識,我想說你的情感 突然間好像在腦袋裏面要說情感這件事 那就是分享一下你自己個人的穴力 解答一下問題,如果你有問題的話,上去可以問一下 各位網友,希望有人可以支持一下你 儘量分享,然後也不介意你上去賣廣告 或者你要做一些小生意 或者其實我也是很踴躍呼籲大家 如果你屬於英國的環境 懂得幫別人看房子,找房子,租屋那些 你都在上面可以去賣廣告 當然你不要做得太貴,不要做得太誇張 其實很多網友很需要人幫他們找房子,找地方租屋那些 其實如果你做得到的話,可以幫到別人的 錢那些你們自己聊吧,我不知道的 ok 好了,就是這樣的 然後另外一方面,第二個呼籲就是 下面有Patreon的連結 如果你喜歡,或者弟弟說得好的話 想支持一下我,你就進去看吧 其實這些東西沒什麼所謂的 總之你自己個人喜歡 你自發 你不描述這麼多 總之大家自己搞定吧 好煩啊,覺得我這些 都不是賣廣告 都不是想賺錢 基本上 對呀,老實說,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搞Patreon出來 我個人就是這麼無謂 我純粹就是想蓋一下 然後做些東西出來,讓我支持 我真的這麼無謂 sorry 好了,這樣就說了 上一次就跟大家 和網友都說了 說 會跟大家說南部 因為上次呢,說了 South Hampton 然後很多網友就很開心 啊,South Hampton 但是為什麼你不說 旁邊Porsmouth 和另外一邊的Bormouth呢 就是 左和右在South Hampton 其實呢,理論上呢 三個地方合起來 但是沒有可能合起來 說,大哥 好像是三個地方 很多東西要說的 所以變成呢 就首先說了最重要的South Hampton 然後再慢慢呢 就說另外Porsmouth 和Bormouth 那呢,今次呢 就說Porsmouth 和Bormouth 中間的South Hampton 就不再說了 好奇怪 中間的South Hampton 不理會他了 好了 那就開波 不阻礙大家的時間了 首先呢 就說這個Porsmouth 先啦 Porsmouth呢 它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我應該給大家看 Porsmouth在哪裡 因為呢 其實呢 這次的背景呢 就是上網找的 就是找到這個Porsmouth 那個背景 Porsmouth呢 是 旅遊勝地 來的 今年呢 每年都很多人去 但是今年特別嚴重 為什麼呢 因為 疫情期間 那些人都還是要死去的 跟著呢 裡面的人頭湧湧 人頭湧湧 那樣 跟著又沒有社交距離 跟著一些人都說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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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Porsmouth那邊 這麼多人去過呢 很危險 很多人會出事 那樣 但是英國人真的不理 道假就道假 採你都說 人人都一回事 那樣 所以就很多新聞媒體 就報了這個情形出來 那就是這個後話 那好啦 又彈走過死人頭 就給大家看一下 那樣 這個就是Porsmouth 首先就說Porsmouth Porsmouth呢 是在這個South Hampton的東面 那Porsmouth呢 就是South Hampton的西面 那其實呢 Porsmouth呢 都有它自己很獨特的地方 那雖然說真的那句 那Porsmouth呢 就不是很重要的海航地方 但是雖然都有啊 那OK 你看到它是天然有一個港口位 可以讓它進去 這個叫Pool的地方 那就是有航運路程 但是呢 主要那個呢 反而是Porsmouth 是主要的航運路線 也都是幾大的海港來的 那對比來說的話呢 其實South Hampton 和Porsmouth 都有郵輪路線 都有郵輪停泊的 但是呢 貨運來說呢 就主要是Porsmouth 這個地方 是做的 那好啦 那 再深密一點這樣說吧 其實呢 Bormouth呢 就沒有什麼好說 主要是旅遊城市 但是我慢慢再跟大家分享 首先說了Porsmouth 如果不是很煩的 現在我都很亂 哈哈 亂了 那麼呢 Porsmouth呢 主要是在歷史上 它很重要的 英國歷史上 真是一個很重要的地點 首先你看到它 左右兩個大窟窿 這樣 很明顯是一個天然的 自然的 可以拿來做 港口停泊的地方 但是很明顯 這邊的水深沒有那麼深 這邊就比較好些 所以這邊 就比較繁忙一點 那 因為它的地理環境 它天然形成的 情形 變成了 英國一個很重要的軍港 甚至是 它是工業 即是英國的工業革命的 發源地 可以這樣說 為什麼呢 因為工業革命的發源地 主要都是因為 那時候 大航海時代 影響的後世 直到工業發展 或者工業革命的開始 其實都是以造船 鋼鐵 這幾個行業為主 一到19世紀初期的時候 其實 世界上第一橋大規模生產 船 即是那些 航運 那些大型的船隻 用生產線來做這些 船廠 全世界第一的 就是在Porsmouth 這個地方 那 同期時間 雖然 不單止它是軍港 或者是造船 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或者是航運路線 而是 它在英國歷史上 更加重要的是 幾次 英國人 近代的戰爭 都關於它 為什麼呢 第一件事 就是 它那時候 D-Day 如果說D-Day 可能 香港人 就未必那麼熟悉 但如果你說英國人 和英國人說D-Day 是什麼一回事 它是馬上會知道的 D-Day是什麼事 簡單來說 就是 英國 派大批的人 去登陸法國 去打 這個 叫做 納粹德國 然後 然後 後來 就取得 很艱辛的 重大的日子 等於是二次大戰 紀念日 或者二次大戰 戰勝日 那時候 登陸浪漫大 很出名 登陸浪漫大 就是 不顧命仔 是為了打贏這場戰 很多英國的年輕人 很多英國的軍人 就去搶灘登陸 這個法國的洛曼帝 然後成功 入到法國 戰勝 這個納粹德軍的 一個歷史的里程碑 和歷史的一個重大事件 的出發地 就是 主要 當然有其他不同的地方出發地 主要的 都是由 Porsmouth出發的 所以呢 是很重要的一個地方來的 對於英國的歷史 另外一件事 再近一點了 有什麼這麼厲害呢 就是 他1982年福克蘭戰爭 英國佬 第一次 在 戰後響朵 打贏另一個國家 就是為了福克蘭群島 就是打贏阿根廷 那他那時候 派出的部隊 也是由Porsmouth出發的 所以呢 他有多厲害呢 另外一件事 那時候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香港主權移交的時候 那個艦艇 我忘了叫什麼 都好像是由Porsmouth出發的 那其實Porsmouth 他為什麼會跟這個 這麼多歷史上的軍事 或者歷史上的 重大事件有連結呢 就是因為本身 他是英國皇家海軍的 可以說是總部 因為為什麼呢 三分二的英國 三分二的水面艦隊的 住宅地 都是在Porsmouth的 所謂水面艦隊 就是你看得到的 OK 還有水底艦隊那些 叫潛艇隊伍 另一回事 總之是 是燃島上水面 你看得到的 那些叫海面艦隊 三分二的 都是在Porsmouth那裡 所以他是很重要的 在歷史上 或者是近代 無論現在都是一個重要的軍港 來的 就是這樣 那另外可以說什麼呢 就是說 他是 是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商業和郵輪的港口 也是英國第二繁忙的港口 第一就是 多佛港 多佛啦 運人士是最多的 OK 這個表格不說 然後呢 其實他每一年 他處理的韓運人次 或者韓運不是人 就是班次 我不知道在說什麼 韓運班次是每一年 是三百萬次 不是 人次 是船運人次 是每年他處理三百萬的韓運人次 應該是人數 那另外一件事呢 Porsmouth有什麼出名呢 就是 他出了一個很出名的人 就是叫迪根斯 一個很出名的作者 是 是 迪根斯是在Porsmouth出生的 那迪根斯是什麼人呢 那 就這樣說的名字 可能大家未必那麼熟悉 因為這些英國的文學小說作品 大約一講起一個巨著 你就知道 雙城記 雙城記就是迪根斯寫的了 應該很多人聽過了 那這件事 另外呢 講完這個Porsmouth之後呢 啊 講完他人口 Porsmouth的人口呢 有二十一萬五千 跟著完之後呢 白人呢 是佔了十八萬的 亞裔人士呢 有一萬二千左右 黑人呢 就四千人左右 那 那另外一方面呢 那不講Porsmouth 就講這個 Porsm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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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rsmouth呢 其實呢 真的沒有什麼好說 那唯一可以說的 就是呢 他是一個很出名的度假勝地 你看到地道上面 都看見到 一夜的鼻子 那樣呢 好像Nike的那個 那樣呢 就上去呢 整個都是海灘 好長的海灘 長到你不相信的 那所以呢 年年呢 都很多人 夏天去度假 去玩的 那所以呢 他主要都是 旅遊業是很重要的 東西啦 所有你上網找他的圖片 都是沙灘的 不用看的 這些東西 那呢 他 人口呢 大概20萬左右 那白人有17萬 那反而亞裔人士比較少 都是7000人左右 黑人就更加少 只有2000人的 那呢 他還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呢 特別在呢 他是出了名 這些位置呢 是很多名人 有錢人 在這裡買了樓 度假住 擁有物業的 這件事出了名的 那這個稍後 我再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 這個地方呢 真的好耶的 哈哈 真的好耶 但是好貴啊 不是那麼好玩的 那呢 好了 說回 有網友 特別order了 就是說 喂 可不可以說一下 這幾個地方的大學 那我就說 好啦 我沒有回答他 好像沒有回覆到他 但是 我有看到他的Message OK 那呢 說回 在 Southampton Postmouth 和 Bornmouth 咦?Bornmouth去了哪裡呢? 是 那個箭咀塞住了 Bornmouth呢 三個地方之中呢 最厲害的那間大學呢 是收監等大學的 收監等大學呢 基本上呢 是英國大學裡面 名列前二十幾個學校來的 那呢 而 Bornmouth 和 Postmouth 呢 就倒了一點點了 就是他們兩間呢 都是 比較中庭一點 就是不可以說他差的 那大概都是六七十名那些 那兩間都是六七十名 那當然啦 那些排名有高有低 不是說他每年變 因為現在呢 那些人都說 喂 以前那個排名的 方式和標準 不是那麼對 應該 用其他標準 所以現在呢 應該多了很多那些 不同的計算大學排名的方法 有些是 甚至是學生去投票 去選出 究竟哪些學校是好的 那所以呢 就這些事情自己想 但是基本上呢 可以 已知的就是 Bornmouth 和 Postmouth 和Bornmouth 都是那些 中中廷廷的學校 而South Hampton 都是厲害的 OK就是這樣 那可以再跟大家 帶出一點呢 就是說呢 首先講Postmouth 那間大學 它是 有什麼科目是比較好的呢 就是有這個科學 技術 人民 創意 和文化產業的一些科目 和這個 商業和法律 的 OK 那呢 講到這個 University of 收監燈 哈哈哈 University of 收監燈 那呢 它有什麼科目好的呢 就是Engineer OK Engineer 收監燈就是很厲害的 那呢 來到這些 Bornmouth 呢 就有什麼好呢 Bornmouth就是 傳媒呀 媒體與通訊呀 即是傳媒 怎麼說呢 就是科學技術那些 還有 還有 管理啦 還有 那些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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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lth and Social 那些 那些叫做什麼 啊 健康與 什麼 保障呀 什麼 我不知道 Health and Social 總之講英文 尤其是中文這些 傳媒不了 雖然我是唐人佳長大的 哈哈哈 很多話說 你唐人佳長大的 你英文這樣 哈哈哈 好啦 那一講完呢 他們有什麼好呢 就是樂區看啦 是不是 樂區有什麼看呢 首先呢 就彈一些字幕出來 是不是 慣例 第一個 跟大家講的 那個地方叫做 Waterlooville Waterlooville 很難讀啊 這個字 哈哈哈 Waterloo就容易讀 就是下面的 Fill 很難的 那呢 Waterlooville 其實呢 就是在Posmouth的北面 其實一般來說呢 我查過的資料 那些人都說呢 太近Posmouth 這個這樣的 原語灣都 或者原語的地方 他們都說 不是那麼好的 那首先說回 Posmouth這個地方呢 我只是會 講三個地區給大家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呢 很多時候 Posmouth 那些人覺得好區的地方 都是 在Southhampton 和Posmouth 中間這些地帶 就是上次 我講 Southhampton 的時候呢 已經講了很多地方 就是這些 中間這些地方 在這一集 我不會再 我不會再浪費大家時間 所以你可以 看回之前 我有一集 是講這個Southhampton 是有講到這裡 有什麼地區好 有什麼地方 的學校好的 那你可以再看 那基本上呢 它這些地區呢 去Posmouth 呢 都是20分鐘到30分鐘 車程 很快的 那所以今集就無謂說了 你自己看回上一集了 那呢 說回來 這個Waterlouville Waterlouville Waterlouville 它的障礙數字 是有 250單的一個月頭 那 有分別的 Waterlouville 它下面這些 是沒有那麼好的 上面這些 是比較好一點的 還有上面這裡 有一間好的學校 那你自己可以看一下 所以 但是呢 基本上呢 這裡的樓盤不是那麼多 所以我就沒有列到學校 究竟是 怎麼樣 什麼情形 那我就只講回 大概的就是 這個Waterlouville 這個地方呢 是有什麼 特別的東西 所以我都列出了 就說 這裡的學校 那主要呢 它這裡呢 就很多老人 居住的 就是 在這個西人的 阿泰網站 就說了 不錯的 但是多老人家居住 還有呢 它是很多 那些 Ex Council House 和Fract的 那所以變了呢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是拖下它的屋價 那屋價低呢 自然呢 比較 引人入勝的時候 就很多人 會進去住 那變成呢 它的 環境 都未必 真的那麼好 不是 基本上 天然的環境很好 但是說真的 隔離輪舍的環境 就不是那麼好 OK 就是這樣的 所以呢 屋價的價錢 變成了 兩房 Fract 就15萬起的 那兩房Terence 你可以用20萬找到 那三房Send 就28萬 那同時間 跟大家說呢 其實基本上 Postmouth 和Bornmouth 的樓價是高的 所以 以他們來說 這些 15萬兩房Fract 他們會覺得很便宜的 那兩房Terence 20萬 就會覺得很便宜的 說完這個Waterlouville 之後呢 就彈一彈上去 另外一個更加好的地方呢 就叫做 Peatsville Peatsville 就是在這個Waterlouville 再上一些的 那呢 就上到多少呢 所以 其實基本上 它由這裏呢 去這個 Postmouth 是遠的 但是呢 20分鐘車 那 可相言之呢 這條大路呢 是多麼快 多麼暢順 一條路 下到去 那呢 通常呢 那些人說呢 就說呢 這個地方呢 在Postmouth 來說是比較理想的 Peatsville 這個地方 那 就算以它中 中心地點來 計 一米 即是一英里範圍來說呢 它的罪案數字 這麼多地方 這麼多人住 都是100單 可相言之 這個地方真的不差了 那也是同時間呢 有一間非常之好 不是非常 其實挺好的 不符合價率呢 60% 很理想啊 那屋價來說呢 就 偏高了少少少 兩房Fed 要19萬起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找到 兩房Terence 就26萬 三房Semi 已經去到30幾萬 所以呢 都是真是 貴價區來的 那說完這個 Peatsville 之後呢 近Posmouth的地點 通常呢 一問起呢 很多的 朋友呢 都會說 喂 做什麼Posmouth 旁邊啦 Chichester 每個人都說 Chichester Chichester 是的 真的 一說起那些人第一件事 去Chichester 這樣 那說起啦 其實Chichester 也是一個小小小 它自己都有不同 幾個地區 所以這樣 哈 但是普遍來說 老實說 它是真的挺好的 為什麼 因為以它中心地點 我量過 中心地點 去看一英里範圍的 罪案數字呢 它都是三百單 所以其實是幾理想 應該不差的地方 那但是呢 如果在裡面 再選擇 究竟哪個地方好呢 就是旁邊 這個地方 叫Fishbong 的地方 那些人就說 那當然啦 看到 多少水 你入少少就更加好 泰國出入 就未必那麼好 是不是 因為是低話的地方 來的 潮進調退啊 那些呢 你自己要小心 總之 落入少少 但是有時候 你住得海邊那些 你真的自己 要想清楚 量清楚 看清楚 不要開玩笑 不要以為老點 那好啦 講回這個地方之後 啊不是 講回這個地方 之後 講回這個地方 其實它有兩間中學的 平時 一般那間 那間呢 問點啦 真是沒那麼好的 那我就不講它的名字 那我只講好一點那間 好一點那間呢 就叫 啊 啊 Bissett Luther School OK 這間呢 是英國聖工會的學校來的 那它的五福合格率呢 是26%左右的 包英文數學啦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呢 它這個學校呢 是英國聖工會會有優先的 那呢 也是檢查得很緊的 就是說呢 要有登記了做英國聖工會 某個教會 或者某個教堂的會友 還有 連續兩年有證明到 你是有回到教會 定期出席教會的純拜呢 那呢 你就先會有優先權的 否則的話呢 是好問啦 因為如果憑地方啊 那些呢 每年只有三十幾個學位 是很難爭的 那所以呢 大家要想一想 如果你的小孩還是小的 那你就不可以去 如果你的小孩大 要拆班的 那你就不要想這個地方了 就是這樣的 那還有 當然啦 要看你自己是不是 紀錄圖 是不是信教先啦 不是吧 你自己慢慢耐心地等待 等待 等待上帝的呼召 然後有一刻你就驚醒 然後你就很愛上帝 這樣就另外一回事啦 那呢 它的 那說回來啦 這個Fishporn這個地方呢 它的罪案數字呢 是35單的 所以是很理想 那當然啦 你看回那個區域呢 其實呢 很小 也都很少住宅區的 那變成呢 你可以看回其他地方 那但是呢 這些 憑自己的力量啦 就是你自己慢慢 你們做功課啦 那你可以說回來 給你們參考呢 就是Fishporn這個地方呢 它的兩房Terence都已經很貴了 26萬了 三房Semi呢 就29萬 大佬 因為29萬 那些 你想得起 想得起 我用起這個字呢 你都預料了一件事 就是它是 比較 在那個地方 比較 浪漫的一些物業 OK 不是那麼靚 還有一些更加靚 更加靚的 價錢呢 就比較貴一些 就是這樣啦 這個呢 就是 今集完結了 講這個Potsmoth 但是還沒有講這個Potsmoth 不要緊張啦 OK Potsmoth就是這三個地區啦 那所以呢 OK 很快地說啦 所以就可以立刻搬去另一個地區 那再一次呼籲啦 就是說 如果你 對這個Potsmoth 這個地方有興趣的人呢 你可以看上一次 講Southampton這個地方 的尾段啦 那呢 就會講到這些中間區域的 那通常呢 其實呢 那些人說Potsmoth最棒 都是這些地方啦 那這些地方都很棒 我覺得 為什麼你 吃兩邊茶禮喔 這邊 Potsmoth那邊也是 Southampton 兩個浮 供的機會也是大增 那樣 樓價又不算貴 因為之前看過都 都很理想 所以我都很喜歡這個地方 但是問題呢 就要 剛剛來 可能比較辛苦些 因為要開車 那這些地方呢 公共交通工具 一定不是這麼發達的 那所以呢 你自己要想一想 就是這樣 跟著然後呢 Fet Jut 那麼 就來到這個 波蜜啦 波蜜呢 一般來說呢 那些人 西人斯拉 看過很多 這個 帖呢 都說 什麼地方好呢 這個Pool 和 Christchurch 但是一般來說 他們都覺得 Christchurch 是會比較好些的 那就好少說 中間地方 但是我慢慢 美美到來啦 那麼呢 首先第一個地方 介紹給大家的 就是 Christchurch 裡面呢 這個小小的一個 區域仔 在這裡的 OK 在這裡的 那麼呢 這個地方呢 就叫做 Southburn 為什麼 谷哥沒有出到那個字呢 喏 他沒有出到 我就要找另一個 出來了 對了 Southburn 這裡啦 那麼呢 它裡面呢 有兩間學校 有兩個 Cashman 但是你自己要小心 因為呢 它有些Cashman 是重疊了 有些Cashman 有些Cashman 是空了的 所以你要留意 這兩間學校 哪個地方去哪裏 還有呢 不要走掉去了 第三間學校 那就糟糕了 那說回來啦 喏 比較沒有那麼多要求的那間呢 真是non-selective 不理你送什麼宗教的 政府那間呢 五福合教育就49% 那麼呢 另外一間呢 天主教學校 就會成績更加好 53% 但是呢 天主教那間學校呢 就是呢 又是啦 只是天主教徒優先的 那你要出示你的洗禮證 還有一個叫做 First communion certificate 就是第一次領聖餐的證書 還有呢 要證明你有定期參與聚會的 這樣子啦 那 我不知道他算不算香港的天主教 因為他沒有說 就是這些條件的 所以就是天主教徒優先啦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說呢 這個區域呢 就是 你看到啦 其實他人口呢 都比較多 住宅都比較多 這個區域都比較大 變了來說呢 他的帳數字呢 就是150單 其實在這些這麼大的區域 這麼密集的地方來講 150單呢 算是挺理想的 還有你走出去呢 就有個沙灘給你走一下 浪漫地散步 是不是 非常good啦 這些地方 good還good啦 價錢呢 就一定不便啦 那怎麼不便宜呢 就是說呢 他這個 兩房flat呢 都要175,000 如果你要買三房的Terence 就是要去到325,000磅的 所以都很難看啊 但是呢 另外呢 如果你不是說那麼需要學校的 的話呢 你也可以選擇上其他地方的 不一定要收回的 收回呢 是學校 要包蟴蟴蟴的選擇啦 那如果你不是的話 你可以去旁邊 那 quitechurch的東邊 有個地方 叫high cliff high cliff呢 都是一個 挺不錯的地方的 那我就沒有查到 項數字以及這個 柳架啦 但是呢 那些西人亞太呢 是介紹了說如果你是去Christchurch的話 就HIGH CAVE這個地方 就是Christchurch的東面 偏遠一點就沒得逛海灘了 哈哈哈哈 那這些是石灘來的 不是的他也有海灘 看看有什麼事 喔 也有海灘的 那大家滿心歡喜啦 那另外除了HIGH CAVE這個地方 再遠一點有一個叫BARTEN ON SEA的 他們也是說挺好的 即是不是挺好的 他也是那句 對於樓價生活環境各方面來說 他們都說HIGH CAVE和BARTEN ON SEA 都可以想一想的 就是這樣 是不是 講完這兩個地方 還有什麼地方呢 那就 不順一點 Christchurch的東北邊 有一個地方呢 叫做BATGOR BATGOR BANGGOR 怎麼讀啊 BANGGOR BAT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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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A FRIEND PART CARA FRIEND PART 一般來說呢 就會有一些 叫做遊牧民族 偶爾走來停泊 那你就會看一看 不影響你的 你不要走來地帶 可能他不是的 有些CARA FRIEND PART 不是給遊牧民族的 有些CARA FRIEND PART 是純粹給度假的 所以你就遇到每一年 都會有些人 駕著旅遊車 過來在這裏住 這樣呢 但是 挺理想的 這個地方 也是西零雅太 推薦的 還有有一間學校 中中丁丁不錯的 不發入價率 47% 但是 樓價又是偏貴 那這些沒辦法了 基本上 它所有這些 西南部的地方呢 都是這樣的價錢的樓價 三方Terence 你要 預了銀 這個32萬 出來 起喔 那所以你自己想想 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在這個 Christchurch的東北邊 叫BATGOR OK 好了 講到一個地方了 另外有一個地方 叫做Wingwood Wingwood 又是在這個 Christchurch的北邊 那 給大家看看 Christchurch是這裏 BATGOR 就是這裏 那它是再遠一點 那可以告訴大家 由它去 BORMOUTH 就是一條路 雖然遠 12米多 但是18分鐘去到 所以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 不嚴遠 不怕開車的 那可以想一下 這個Wingwood 這個地方 那它的障礙數字呢 就一個月頭 90單 因為呢 人口比較密集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它有一間 又是中中廷經的學校啦 五福就達到48% 那樓價呢 就 低 剛才所介紹的地方 少少 它很少 那兩房就比較貴少 這個是平時的 英國一般的樓價 都是有這種情形的 你買兩房FAT 它是在升值的 但是你買三房那些呢 它是附了 那麼因爲 不知道 反而有人說 那些很貴的 三房 四房大屋呢 是很可笑的 你不知為什麼 那些歪頭啊 但是我一般 我看資料大部份地區就是兩房的Fat或者Terence被人搶到飛起 價錢是爆起的 但是三房反而有這些鍵 講回這裏三房Terence要28萬 Listing那裏有寫到,大家自己做筆記吧 講完Wing Wolf這個地方之後 就要去Pool這邊 Pool這邊 對了 在這個 這個Bondmouth 和Pool 西北面或北面的地方 裏面有個地方叫做 Winban Winban 中間有個M音,很難用Winban Win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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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月頭90單 因為其實它下面那些 有很多地方沒有那麼理想 所以是一個對比性的情形 OK 可能有些人覺得 這些都不是那麼好 其實都已經很好 那它有一間中學中中挺挺 所以這裏面是真的 500% 可能大家會覺得比較敏 那是可以接受的 那主要來說 它兩房flat 又是了 185,000 以及三房Terence 28萬 那 OK 在這個 Bondmouth 和Pool 外圍 北面的小地區 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那 好了 說完這些 就說近一點 那 免得人家經常都說 你怎麼經常 你趕這地方這麼遠 那 好啦 那就說近一點 近一點 看這個Bondmouth 旁邊出一點的地方 就叫做 Bam Sum Part Bam Sum B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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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 Part Bam Sum Part Bam Sum Part Bam Sum Part 又是了 其實是對著沙灘 都是很旺的地方 來的 那 它 帳數字 180單 其實已經比 英奇不錯 但是問題是 大家要小心 旅遊旺季 OK 因為它很近的海灘 可能會交通 不是那麼好的 一到夏天的時候 那 不怕 其實因為 夏天你除了阻礙你上班之外 小孩子上學 又沒有什麼影響 那 它這個地方 也有一間 挺好 不錯的中學 就 五花教育率 46% 其實那個 Pool High School 是在下面 少少 的地方 來的 好像是這裡 OK 我不記得很清楚 那 它 這個地方 就貴了 兩房 21萬 左右 三房 的FREC 就是325,000 都是FREC多的 因為 旅遊區 那 通常都轉來 做FREC 還有 可以 有時候 很多人 在那裏買了一些 做投資 夏天是租給別人 賺錢 有這樣的情形 所以 就是這裏 比較近一點 這個 叫做 邦斯文的地方 另外 一般 邦斯文的 住家 他們會去哪裏呢 就是 上少少 邦斯文的北面 就有地方 叫做 摩丹的 摩丹呢 人口比較密集 帳數字也比較高 但可以接受的水平 為什麼呢 因為 他有兩間很好的學校 這樣 大家看到 有男校和女校的 OK 所以如果聰明聰明聰明 就分開 入男校或者女校 這樣 那 兩房FREC 18萬 三房SEMI 29萬 這些其實真的是用加價 是不是 就不是說 受到其他那些 旅遊有什麼影響 因為 他始終是 比較偏北 在邦斯文的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些地方 啊 跟大家說一件事 因為他這裏呢 是旅遊地方 所以是很多 那些叫做 叫做什麼 叫做Lodge 啊 或者叫做 啊 那些 屋仔呢 糟了 我都忘了 那些叫什麼名字 那些 啊 那些 Carframe Home 還是什麼 啊 以前呢 有一次跟大家說 那些房子呢 那些房子呢 不是有些房子呢 是你買上面那塊 那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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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臨時搭建 或者是製好了 那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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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就要小心買的不是mobile home 如果買了就麻煩了 就是這樣的,然後另外 哈哈,終於講到你這個了 唉,彈下去先 講回一件事,其實講起Bondsburg 通常人們會以三個地區 連在一起來當地區來說,當然它是分開三個地區 Christchurch,Bondsburg,Bondsburg 和Poor 三個地區就是 當是一個地方,但其實都是三個地方 我都不知道在說什麼了 好,Anyway,去到這個位置 就是整個地區最貴的樓價 最堅的就是這個地方 叫做三班,是出了名的 你看到台裏都知道,不是野兆 什麼地方有錢人住的 極度漂亮的 全部都是Fat來的 你買Fat,最便宜的那間都要四十萬 最便宜的那間Fat都要四十七萬五千 有些是說五六十千 不是五六十千 五六十萬英鎊 神經病,五六十萬英鎊 那它的序案數字當然 沒有什麼人住,全部都是有錢人 只有二十單的 但是呢,如果學校來說 它都是入到後面的一個 叫做Pool High School的 五花季率是46%的 那當然啦,你住在這些地方 我想你還是讀師校了 看看圖先 多麼微妙 真的 哎呀,哎呀 哈,OK 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啦 哈哈 好啦,講完這個有錢人的地方之後呢 好啦,我們回歸現實啦 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個地方 是在Pool上面的 叫做Serti Serti Serti呢 是在Pool這個中心地帶的上一點點而已 但是呢,你要小心啦 所以我所講的這個地方呢 就不是去到這個位 它真的小小的 這裡的地方呢 凹一凹啊 或者過一點點呢 這樣就OK的 因為呢,如果你去得太遠的話 那它自然不是那麼好的 那所以呢 其實你看到我那個 資料那裡寫了啦 一英里範圍 這裡這樣 一英里範圍 這裡呢 都 最樣數字300單 因為它到近這個 市中心啊 是不是 那所以大家小心點 就是一個小小的區域呢 凹了下去 幾美妙的 就沒有什麼人 在這邊 那大家可以看啦 那兩房的Fat呢 就說17萬的 那三房的Semi 有House找到的喔 那但是呢 都要35萬英鎊 那學校呢 都是去回Pool High School的 就是這樣的 那還有什麼地方呢 那另外呢 有兩個地方呢 就叫做King Fork Heath King Fork Heath 還是King Fork Heath 應該是 King Fork Heath King Fork Heath呢 就是在Pool的 東南面的 上一點點的 就是這個地方的 那就 其實啊 剛剛呢 講到這個Stair題呢 還有這個地方呢 就是ok地方 不是十分好啊 首先講一句 是ok地方 就是你找不到其他地方 那你就 希望將就一點 就是 又不想說 治安太差 柳價又要將就的話呢 那 就是又找到 那你就可以找這兩個地方咯 ok就是這個Stair題 還有這個 叫做King Fork Heath的 那 那治安數字這邊 就220單 還有呢 他另外一間學校啦 都是差不多這樣的 都是四方合 不是 四方合 五方合格率 包應數呢 就是46% 那但是呢 這邊呢 因為是平民區啦 都說了 那變成他的 三房Terence 就23萬 可以找到間 那三房Semi呢 就26萬 可以找到間 就是這樣的 所以大家可以 想一想這裡 那最後啦 還有什麼地方可以介紹呢 真是最後啦 最後呢 就是去到 好筆 筆一點啦 不是好筆的 就是在這個Christchurch 正不免的地方呢 有一個叫做Fording B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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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一個地方呢 他這裡就幾好啦 就按數字 一個月頭 就40單 學校呢 就49% 五花合格率的 那屋價呢 也都是 有少少偏高 但是呢 是幾理想的 都ok 因為兩房的Fat 或者你找到一些Terence 都是19萬磅 起的 那三房的Terence 就 貴少少了 28萬左右 但是他這裡的 那些Terence 就很 很奇怪的 就是他是那些 啊 怎麼說啊 像是Semi 就是去到那個 那個 屋的排尾 單邊呢 有空位證 那一種來的 就是這一種 那些Terence 那所以大家可以留下 留下 留下 這個地方的 那一至呢 他如果他去這個 波蜜呢 開車呢 就要25分鐘 就是半個小時 左右 那但是呢 他上面呢 還有一個地方的 那你可以留下 的 那除了 去這個 波蜜之外呢 都還可以去 上面的 Sandsbury 那 那就是二十分鐘左右 按上路程的 那所以這些呢 就是兩邊 都可以走的地方來的 那 還有沒有話說 沒有話說 就這麼多了 OK 再說呢 斷氣了 就是這樣啦 那轉回我 大頭出來先啦 好啦 那好啦 一次過 說了兩個地方 其實呢 是一個地方半 因為呢 另外那一半呢 是 是之前那個 Southhampton 已經說了 那所以呢 那一般來說呢 可以再和大家 說回一點點 就是說呢 如果 這三個地方呢 去對比的話呢 那些人呢 就會這麼說的 就會說 Postmouth Southhampton 還是 波蜜 那 他們一般來說 就會說 波蜜 啊 為什麼呢 陽光與海灘 旅遊勝地 環境漂亮 一個很長的海灘 可以說 那 Postmouth 差點 軍港 是不是 比較人流雜 一點 那但是呢 那些人呢 如果你說去Postmouth 的話呢 那些人就會說 Chichester 就是這樣的 那通常呢 如果你去Postmouth 就是Chichester 或者中間這邊 地方 啊 如果不是呢 Southhampton 如果呢 真的要 環境優美 那一種的話呢 就是這個 波蜜 如果波蜜 的呢 就通常選 Christchurch 如果近一點那些 就是你說方便一點的 OK 就是這樣的 明白嗎 明白嗎 應該明白吧 不明白的話 自己慢慢去再研究一下吧 大家都要做一下功課的嘛 不要懶了 好啦 今期的時間 就是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 那希望呢 明天呢 就應該會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一週新聞時事的時間啦 那然後呢 今個星期不會出外景啦 先說明先啦 哈哈 真的要講到明啦 因為 已經很多網友都很好 都很支持我 說 唉你不要出去啦 外面危機四層 我不想見到你死 哈哈 我也不想死 所以我也不會出去了 來家中 溫永輕輕 安樂樂 大家看到我這陣子特別風騷 為什麼呢 不用回辦公室了 然後回家再加工作 但是下個星期可能會被公司強迫我要回辦公室 不知道啦 看看疫情怎麼樣 我的人真是苦中作樂 好啦 今天的時間就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